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膝盖痛有没有人 你是吧 好 那出来吧 我一个 因为膝盖痛很多人有 您膝盖痛哪里 我是右腿四个月了 24小时不间断疼 到夜间了不能翻身 不能动 是哦 24小时的 对 我怎么那么厉害 今天这种是来者怎么样 不散啦 散者不来 只有遇到24小时就要心理有数 这个是医学也很难处理的 你们一定要确定 这个去哪里都一样 24小时 那只是西医没有这样分 他们会吃尽苦头 我一听完我就知道 这个是难题了 你是每分每秒都在痛吗 对 到晚上就更厉害 黑夜睡觉的时候 想圈腿或者翻身 我都用这个脚把这个膝盖 那这个是怎么痛吧 调起来 都是在这个部位 这里还有哪里 我现在里边带着护膝了 好 要不然走路都不行 还有哪里 整个这一部分 整个这一部分 那你说24小时等于你现在也在痛 对 那到晚上更痛 对 到晚上翻身就不能翻 就得拉这个脚 这样平常那里脚不是勾起来 那你 来 您请坐 那好好谈 所以这个也就不急着做了 你是怎么发病的 我倒很想知道四个月 我那个是有一次在运动的时候 运动过量 完了以后回家冲澡的时候受凉 受风寒 好 你是这样解 那你现在经过什么治疗过 都没有 那这个24小时的 我认为应该怎么处理 一般会到24小时 温敷 温敷时间一定要长 那温敷可能 这臀部也要温敷 脊部也可以温敷 这样大家了解吧 那但是他在谈话中 还透露一个讯息 到晚上会更痛 更可以确定他是怎么样 寒 虽然他在24小时都在疼 尤其到晚上更疼 但这样也提示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痛虽然是24小时 但有程度性的不同 他不是一直激烈的痛 他还是有白天可能比较缓缓的痛 一直持续 不好处理 但是这已经透露既有程度 那表示这个病还是有可为的 只是可能时间要怎么样 久一点 一到24小时就是要有一段处理的时间 那再来他温敷的时间要怎么样 长 绝对要长 也就是你温敷的时间不能像一般人 温敷个三五个小时 那显然的是怎么样 不够的 一定要温敷要什么 十个小时以上 我认为如果已经到24小时 就是用一种高规格的处理方式 高规格就是 温敷的时间就是尽量拉长 甚至到十几个小时都有可能 尽量让这个怎么样 整个循环怎么样 变好 那他整个圆圆不断下来 那整个筋就会怎么样 进一步松掉 这才是根本之道 那这样要一段时间 一定要一段时间 不可能一揉 那揉有时候 因为他还有程度的差别 揉完有些还是会感觉稍微松 就像刚刚你这样 麻虽然麻木还是在 但是就会比较感觉稍微松一点 那还是会有一点程度的差别 那是可以做 但是就是要有一种心态 就是可能不是在短期间就能做好 那这个就是大家来努力 方向大概就知道了 膝盖我还是讲一下 膝盖有些冰骨痛 如果痛这个骨头 我们是揉这两条 它不是痛这里 你是痛这里是吧 对 它这个是骨缝 它是骨缝 也就是冰骨的下沿 所以这个还是属于臀部管 跟这个也没有关系 不过有时候真的一到二十四小时 我也会尝试把怎么样 所有的筋都揉松 包括这个 这里会不会疼 没关系 这个还好吧 这个还好 应该不是 这里都没有关系 因为它是痛这里 还有后面 后痛 所以这个已经确定 它是属于臀部的引起的 好 那我们开始来做吧 二十四小时的患者不多 你想想看一个人 二十四小时随时随地都在痛 你们知道这样日子好过吗 不好过 非常不好过 如果我说修行人 二十四小时每分每秒都在念佛 他可以念到西方去 很快就修成正果了 你看病人呢 这二十四小时这样熬 很难熬 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就是医学的极限 我认为处理二十四小时 几乎就是极限 你哪一腿 右腿是吧 好 你不错啊 还是要穿这种裤子 好 那这样 这里疼吗 不疼啊 这里呢 很挫折感 你看 老师找不到痛点 那这个就 这个好 还好 这一点疼啊 还好 我说如果真的都不疼 那这就没得玩了 这里疼 那好 这里呢 他的痛点竟然是在怎么样 下面这一段 上面还比较不疼 好 那找到了就 这一点也疼 这一点也疼 对 这一点 哎呀 还比较不疼 好 好 这 我在 Almira 咦 啪 咦 咦 这里疼吗 对 疼 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它24小时 但是我每个念头都想怎么样 希望奇迹出现 所以当你的念头这样 有时候做出来的效果会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有奇迹 就多揉几下 这里上面反而不疼是吧 你看很明显 它痛的就是痛 不痛怎么揉也不痛 是因为突然有疼 Matthew 只准 accountant 然后十字花 有快乐 舐 if you can 找你 需要甚至手 有改善的机会 如果揉起来都没有痛点 就是组织受损 你就不用玩了 你懂我的意思吧 揉了都找不到痛点 那就不用玩 那还有 所以我认为它是可以处理的 好 来 您起来看看 好多 好多了 因为我赶拳腿了 是吧 有 所以不要听到24小时 就把自己吓死了 但是 我现在都可以排 是哦 这个不好处理24小时 但是我来回揉好几下 我是请全力你看 快破皮了 刚刚很痛 我也很痛 就揉下去了 拼了 那这个要揉身 我就说 那 改回我差不多揉三次嘛 因为它的痛 那个程度不一样 晚上比较痛 白天比较不痛 那表示它还是有程度的分别 那就是代表它有怎么样 可以调回来那种感觉 感觉很 比较松了哦 对对对 我现在就有五感圈了 哦 是哦 哦 那 能提到这个 哦 哦 刚才我脱鞋上的时候 它需要 哦 快要脱鞋上来 哦 那它是可以好 可以完全好 我确定 好 好 好 所以你们这样来判定 这个在医学上是最难处理的 24小时的 但你看它虽然有程度 那我们只要拼 有时候医学哦 还是不能完全就是照原则 还是我认为还有很多奇迹 哦 就是你揉了再说吧 那24小时这样的案例 哦 揉完会那么轻松的比较少 哦 有时候就是改善一点点的比较多 哦 哦 那也有完全没有改善 哦 所以我对24小时 我是采取最高的标准 去把它界定 所以我说我24小时揉不出来 哦 我说我一开始我就是说24小时还有组织受损 这个我揉不出来 其他都可以 那事实上24小时我治过很多个 哦 包括黑脚阿嬷嘛 皮肤痒的那个都是24小时 但是因为也有失败的 你只要有几个失败 你就不能说你有这种能力 所以我说我要说有这种能力 一定要做到怎么样 百分百 不会有loss掉一个 那才能够公布 我是才高标 所以很多人在看我批判西医的时候 他以为我就是在破坏 不是 我是因为做出来了 那再提供一个 然后再来对照医学 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失败的案例 那这个就是一个对照 我只是提出这样不同的看法 好 好